耐克鞋公司篮球部门的星探桑尼在寻找能提高其鞋类品牌地位的新人才时遇到了困难 宽威当年以54%的市场份额领跑篮球鞋市场 阿迪达斯排名第二,占29%,耐克占17% 耐克篮球鞋部门的负责人霍华德·怀特说 当时阿迪达斯在美国青少年中很受欢迎 因为新的说唱歌手经常穿它 而宽威已经因魔术师约翰逊和拉里·博德这两位篮球传奇人物所穿的篮球鞋而闻名 罗布·斯特拉瑟领导市场部召开了一次会议 已决定当年将邀请哪位NBA新秀成为他们的新形象大使 第一个人选是哈基姆·奥拉朱旺 由于他不愿意选择耐克,所以无法接近他 宽威已经与二号秀萨姆·鲍伊进行了接触 三号秀麦克尔·乔丹即将与阿迪达斯签约 第四顺位选中的萨姆·帕金斯被认为不那么上镜 罗伯决定什么也不做就离开会议 桑尼也跟了出去 最后,他们一起在洗手间里聊天 然后桑尼建议麦克尔·乔丹作为他们应该选择的名字 但罗伯反对,因为接近乔丹的成本太高了 耐克公司只准备了25万美元的预算,打算用来签下三名球员 之后,桑尼去了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尔·耐特的办公室 桑尼要求将预算增加一倍,菲尔立即拒绝了 一天晚上,他同时在看两个节目 在第一个视频中,阿瑟·阿什担任网球拍的品牌代言人 第二段是麦克尔·乔丹为北卡罗莱纳州打尽关键一球的视频 桑尼如遭雷击 他把这一幕回放了好几遍 第二天,桑尼来到罗布的办公室后 兴奋地向罗布展示了他昨晚看到的东西 罗布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桑尼随后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在那个关键时刻,球传给了老队员詹姆斯·沃西 却传给了18岁的麦克尔·乔丹 桑尼觉得,教练把决定性的几秒钟交给了一个18岁的少年 他没有任何负担来承担如此重要的角色 桑尼在年轻的麦克尔·乔丹身上看到了伟大的光环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招募麦克尔·乔丹的决心 为了签下麦克尔·乔丹,他不惜一切代价 而他对其他三名球员不感兴趣 罗布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 他不愿意冒险与一个选手 然后,桑尼给麦克尔·乔丹的经纪人 大卫·福尔克打了一个电话 要求安排一次会面 大卫当即明确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麦克尔·乔丹本人告诉他 他不想见耐克公司的任何代表 桑尼努力提醒大卫 阿迪达斯是纳粹创立的品牌 他不应该与麦克尔·乔丹签订阿迪达斯的合同 大卫透露 阿迪达斯当时的报价约为20万美元 桑尼被难住了 因为他知道这笔钱对一个新秀来说太多了 但他告诉菲尔 为了协议 他愿意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 耐克还没有准备好正式报价 而阿迪达斯和匡威已经准备好了 桑尼去见了麦克尔·乔丹的密友 美国奥运会篮球教练乔治·拉维林 据乔治说 麦克尔·乔丹表示 他不想加入耐克公司 因为耐克的鞋子并不怎么样 尽管公司会给他奖金和他理想中的汽车 乔治说 对乔丹的协议池正确意见的是他的母亲 德洛利斯·乔丹 桑尼去了卡罗莱纳 受到了麦克尔·乔丹父亲的欢迎 此时 桑尼还没有见到麦克尔·乔丹 德洛利斯希望桑尼能先说服他 桑尼试图改变德洛利斯的立场 他说 如果麦克尔·乔丹与匡威签约 他将成为该公司签约的其他伟大球员之一 而如果他与阿迪达斯签约 阿迪达斯创始人阿迪·达斯勒去世后 该公司本身也出现了重大问题 然而如果麦克尔·乔丹加盟耐克公司 他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并将受到特殊的待遇 桑尼最终还是收到了德洛利斯的信息 说麦克尔·乔丹已经准备好在下周一晚上见面了 桑尼走进设计室 要了一双鞋的圆形给麦克尔·乔丹展览 桑尼要求鞋子的设计要特别体现麦克尔·乔丹的魅力和特点 优先考虑设计而不是功能 时机成熟后 麦克尔·乔丹终于见到了第一个可能的赞助商匡威 他看到了匡威广告中魔术师约翰逊 拉里·伯德和朱利耶斯各文的形象 德洛利斯开始意识到 他的儿子在公司里只能排在第四位 设计师彼得·摩尔完成了乔丹圆形鞋 但一些细节仍未达到预期效果 鞋面使用了过多的纯白色 彼得澄清说 他对设计进行调整是为了符合NBA的规定 集球员穿的所有球鞋都应以白色为主色调 否则 每场比赛将被罚款5000美元 罗布于是建议他们将芝加哥公牛队的颜色 与红色主色调相匹配 随后 彼得又提出了另一个想法 即用Air来命名鞋子 计划将其应用于另一种产品 同时将麦克尔·乔丹的名字放在后面 这就是耐克传奇篮球鞋Air Jordan的诞生 上周六 阿迪达斯公司和麦克尔·乔丹的父母会面 他们向麦克尔·乔丹展示了几款将被赠送给他的球鞋 德洛利斯对设计结果并不满意 他还注意到 阿迪达斯似乎没有一个主要的决策者 第二天 位于俄勒冈州山区附近的耐克公司办公室 迎来了未来的传奇人物麦克尔·乔丹和他的父母 他们是来谈合同报价的 德洛利斯告诉桑尼 麦克尔·乔丹可能看起来不感兴趣 因为他是被破来的 当麦克尔·乔丹看到现成的圆形鞋时 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的Air Jordan以红色为主色调 就像芝加哥公牛队的球衣一样 桑尼解释说 如果麦克尔·乔丹丹与其他公司签约 他可以得到所有的钱和认可 但耐克公司提供的是独一无二的产品 他将得到的是永恒 麦克尔·乔丹无疑是耐克一直在寻找的明星 接下来的几天里 桑尼和其他人都在焦急地等待德洛利斯的消息 几天后 与乔丹父亲关系密切的霍华德·怀特打来了电话 他得到消息 阿迪达斯重新提交了竞标书 增加了Mercy380SL汽车 并与耐克的报价持平 他们只能出到这个价 他想象着 今天将是他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 因为耐克篮球部可能在明天就解散了 但是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打来了电话 那就是德洛利斯本人 他说 他们选择与耐克签约 而不是接受阿迪达斯的报价 桑尼听后非常高兴 耐克公司给德洛利斯提供了25万美元 外加一辆红色奔驰380SL作为奖金 德洛利斯同意接受这个条件 但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将改变产品和品牌大使之间的整个合同规则 德洛利斯希望他儿子的名字能被添加到每一款Air Jordan产品上 并且 他儿子能从售出的每一双鞋中获得一定比例的销售板税 桑尼听后大吃一惊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合同 他只要求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各方都能平等受益 即使桑尼重新调整了条件 德洛利斯仍然坚持他提交的条件 最后 他们不得不接受桑尼带来的消息 但出乎意料的是 菲尔选择了不在乎 他让桑尼立即联系回来 并同意了合同 接下来 桑尼与德洛利斯取得了联系 告诉他 公司愿意接受所有请求 一旦他们成功地得到了心仪的明星 桑尼就邀请罗布来到办公室 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与一位未来之星签下了最大的合同 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份合同 菲尔早先梦想的一年赚300万美元终于实现了 他甚至赚得比预期的还要多 仅第一年 第一批Air Jordan的销售额就高达1.62亿美元 第一批Air Jordan瞬间改变了耐克的形象 对于耐克公司来说 空中乔丹的年均收入高达40亿美元 而麦克尔乔丹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获得被动收入 从Air Jordan鞋的销售中 他每年可获得约4亿美元的固定工资 第一双Air Jordan鞋问世后 彼得摩尔又为Air Jordan鞋设计了一个新的标志概念 这是麦克尔乔丹在做上蓝动作时拍摄的一张照片 麦克尔乔丹与耐克公司的协议改变了球员与产品的合同模式 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 请在评论区中告诉我您的想法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获取更多视频